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以下厂商联合赞助 各位贵宾 各位乐火五十家的会员 以及在电视或者是电脑前面的贵宾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乐火五十家的特别活动 我很荣幸能够做今天的司仪 我叫Sofia Chen 那么我们今天是九二八爱乐火 今天的节目非常的丰富 我们有婚姻专家的开奖 然后我们也会有才艺的表演 加上我们也会有熟灵他们的恋爱分享 以及大家可能都很期待的 就是我们的婚恋专家的交友这个环节 那么今天呢 我们可以看到主办单位非常的用心 除了肯定大家有机会来 有一些朋友没有办法来到现场的 也特别的邀请了我们在洛晨的十八点八台的频道 还有Dish Network 9964频道 还有Sling TV 还有YouTube 都现在正在直播 除此之外 还有就是明天晚上9月29号星期天 洛杉矶晚间八点半的时候再重播 让大家都可以享受到这个南加州前所未有的乐活派对 那么我们今天知道主办单位非常的用心 但是除了主办单位的用心 还有各位会员们的支持 乐活50家 50 plus 实际上是乐活 Happy 50 plus 我们这个乐活50家 没有我们的赞助商 以及合作伙伴 鼎力相助的话 今天也不可能成功的 所以呢我们现在要让大家知道 当您在走的时候会有一个大礼包 还有我们今天整场我们在抽奖的礼品 都是我们赞助商他们慷慨的支持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特别也来念一下我们今天的赞助商 我们有安宁蓝十字保健公司 我们有南加爱迪生电力公司 我们也有华富服务中心 还有两颗红豆 新莲华国际集团 玫瑰缸纪念公园 许四季城iet集团 福乐纪念公园 PEMF 绕制健康元素 老字号食品 三本山茶油 利尘贸易 Roxie Asian Youth Leader PeMF 第五季 Jade Entertainment 长城食品 营姿护肤 以及 Wu Media 所以很谢谢我们每一位赞助商 那么现在 首先我要请上台支持的 就是我们 乐活50家的 CEO 请大家热烈掌声欢迎Amanda Lee 非常感谢Sophia 我们看到今天一条美人 愉愉站在台上帮大家主持 这都是我们的好朋友之一 那今天看到这么多 我们的好朋友 支持我们的像我们的 市长Tony 我们的Peter Chinatown Service Center 还有还有 好多好多支持我们 刚刚Sophia都为大家念了一遍 那还有一些 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一一感谢 那今天呢 其实很多人在问我们说 为什么乐活50家 要办这样的一场活动 其实我们并不是在办一场 所谓的交友 传统的交友或者相亲 其实我们是在推广 一种生活态度 是一种我们养老的一种 这个观念上面的改变 很多人觉得说 我们到了certain age 几岁以后好像就不能再提 要交新朋友 更不要讲说交异性朋友 其实我们今天就要告诉大家 这个是非常落伍的观念 其实交朋友是不管你在几岁 我们从开始压压学语会讲话 到学校上学 我们一直到这个退休 我们到50岁以后 70岁以后甚至80岁以后 我们都是可以交朋友 所以今天呢 其实我们是邀请大家来 还有电视机前面 YouTube 大家一起来看一场 怎么样让我们50岁以上的朋友 我们也可以正当地交友 不管是交男朋友 女朋友 还是同性朋友 很多人说 我现在还教得到吗 我现在还找得到老伴吗 You never know 因为今天呢 我们就有所谓的熟灵家偶 他们是再婚的 他们会来现场分享他们的故事 我们希望能够经由他们的故事 给大家一些启发 好不好 然后另外呢 我也要稍微预告一下 因为我们知道乐活50家 几乎每个月都有活动 而且都是不一样的活动 那我想我们乐活50家 在这么短的时间 能够收到这么多朋友的喜欢支持 一直帮助我们 一直追随我们 就是因为我们有创意 那这个有创意 我们一直动脑呢 其实对于我们50岁以上的朋友 是最有帮助的 因为我们的大脑 一直不断地在活化 所以我们也一直希望 借由这些不一样的活动 我们可以去接触到 不一样的50岁以上的朋友 好不好 我们不用等到年轻人 或者其他人来帮助我们 其实我们自己就可以过得很乐活 那我就不多讲 然后我让我们其他的贵宾 也来一一跟大家说说话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的CEO Amanda 你没有看到Amanda 她的服装 是现在最流行的 就是西式的套服 然后再加上什么球鞋 这个就是我们的乐活50家的精神 谢谢Amanda 谢谢 那么下一位他要上来致辞 而且他有政贺状 也就是非常支持我们的这个城市 West Covina的副市长 我们大家请掌声 欢迎Mr. Tony Wu 大家好 我是Tony Wu West Covina的副市长 不用担心 今年11月5号 我就是这95年的都市 第一个会讲华语的市长 你说好不好 Welcome to West Covina 你看West Covina漂亮不漂亮 漂亮吧 欢迎搬过来 也欢迎你们到我们这边来 做商业 来投资 来游玩 那在我的这个几年的任期之下 West Covina会有非常好的变化 非常正能量的进步 那更重要的 今天赶到这个地方来 第一个是欢迎我们这些 我们的这些观众到我的都市来 更欢迎我们这乐活 他来这边我们都市 举办这个非常重要 有意义的活动 大家知道 没有多久以前 我收到了AARP 我说蛤 我来美国那么久 我已经变成senior citizen 那听 看起来好像 这个变老了 其实不对的 人生多少才开始 人生70才开始 50多岁 你们都很年轻的 那如何保持年轻 How to make you young again How you feel you young again 怎么样 要怎么样 Active 必须要保持心静的愉快 我要永远的活动力要强 像我这个 我已经超过50很远了 但是你看到没有 我的活动力很强 为什么我活动力很强 为什么 因为你要保持永远的动力 永远在做该做事情 有机会的话 就来帮助我们社区 投入社区的活动 参加任何的活动 保持愉快 保持快乐 我保证你 永远年轻美丽 你说好不好 所以 Here represent City of West Covina 120,000 population I have a certificate for Amanda for you Thank you so much to have this event in West Covina An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那我们这些的 50岁以上的 永远保持活动 永远有这些好的 这些活动 由你们来举办 那我们有更多 还有这些爱的活动 面临的话 如果是怎么样的话 友谊 有时候不仅是爱 有时候是友谊 把友谊聚集在一起 让我们大家 一同奋斗 一同享受我们的人生 谢谢你们 下一位贵宾要上来 支持的是我们的 华富服务中心的 CEO from Chinatown Service Center 我们掌声欢迎 Mr.Peter Ng 谢谢Sophia 早安 早安 大家好 我们的准市长 Mayor Protein Tony Wu 跟我们的会长 Amanda Lee 今天非常高兴 来到节里 参加我们这个 Happy 50 Plus 这个活动 我的名字是Peter 吴敬群 我是在 华富服务中心中 在做服务的 我们这个 今天呢 很荣幸 我们有我们的 Director of 这个福度 我的国语很烂 不好意思 福道部的 主任 就是Nina Nina Please stand up say hello 我们就讲一讲 家庭 跟大家在美国的生活 是怎么样的 应对的 很多的事情 说起来呢 我们中心的成立是 在1971年 到现在已经是 48个年头了 我们中心成立的目的呢 是帮忙 新的移民 因为当年来到移民呢 是很辛苦 他们不懂英文 做是不像现在 有律师啦 有医生啦 大家都非常成功 当年是很 用这个劳力来做工作的 所以呢 很多人呢 需要帮忙 现在呢 情况不一样 因为 好多 我们的几代了 5th generation 6th generation 他们已经是 成家立业 同时呢 也很有这个学问 大家都是专家 很多是非常高的 但是呢 还有很多 这个 比较年纪大的 年纪大的 同时呢 也有新的移民过来 那 怎么办呢 我们中国人都是 大家都是在 家里帮忙 照顾这个老人家嘛 但是他们都要上班啊 要上班的话 怎么办呢 所以很多事情呢 大家都有一个 希望帮忙啦 所以中心现在的 服务的中子呢 很多元化的 我们在 中国城 是总部 另外呢 在这个 Western Gabriel Valley 就是 阿华 Memb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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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很多这个 分布的 我们服务的对象呢 从小孩子开始 一次到 这个 老人家 我们都服务 很多元化 一句话 有什么问题 就过来 跟我们积宣 我们就会想办法 替你解决这个问题 同时呢 最重要的 我们所有的服务 都是免费 比方说 法律 有什么问题 我们有律师 义务来 替你解决 唯一的 条件就是 你的收入 一定是 合幅 一个程度 不要太高了 太高的话 我们可以去 请人去 解决个问题 但是呢 这个收入 假如是不够的话 我们是绝对 免费 同时医疗方面 我们也很多元化 随了我们这个 幅度方面 还有这个 医疗 有医生 我们有牙科 有眼科 还有看这个 肠胃 还有这个 chiropractor 跟这个 Java Pyediatrist 刚刚开始的 所以我们 所有的这个 范围里面 包括是 在大罗杉矶的地区 我们现在 正在那儿 希望呢 把这个 基础框充 因为我们每一年 服务的人数 超过 9万 去年 2018年 服务的人数 这个 这个 encounter 也是 8万8千 今年 应该是 10万 所以呢 需要很多 很多的人力 所以讲到 这样子 那我们的 同事们 的员工 是怎么样呢 很多都是 volunteer 同事我们 也希望 上了年纪的 上了年纪的 意思就是 50 or 60 or even 70 他们可以来帮忙 举一个例子 给大家 分享一下 昨天 我们有一个医生 打那话给我 他 已经超过 70岁 还在看 病人 为什么呢 他打那话给我 他说 Peter 我过一两天 要去看看 可能有一个 procedure 他自己 有一个 procedure 可能 procedure之后 我要休息 两个月 然后才回来 我说 好 可以啊 看看 你要怎么做吧 然后他就跟我 讲了一句话 他说 Peter 你知道吗 我现在发现 我是医生 我知道 早如 退休之后 当然 能力 体力 方面 可能 要保重 但是呢 不工作 没有这个 寄托的话呢 更辛苦 更不健康 所以他 是在我们的 城所呢 每个礼拜 是上一天的班 所以 他说 这个 给我一个 提示了 我想呢 年纪 到一个部分 又调节 又晚 玩得开心 也有一个工作 希望帮忙 可以帮忙 到别人 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们其实呢 比较高年纪的医生 我们有好几位 比方说我们的王亚云医生 跟这个力帖生医生 他们已经行医了37年 37年 在这个Sunset 现在这个Ceser Chavez 就在Chinatown的附近 他的城所 37年 刚刚去年 他们 他们年纪多少 那我不方便公布了 就较过70岁 他们就跟我们讲 说 把服务中心的 帮忙这么多人 我们也很喜欢 来贡献给 写区 所以呢 他们就把城所 交给我们管理 但是他们还留在 城所里面 看他们的病人 他们每一个礼拜 是工作三天 所以你看 我们就是很多爱心 在为我们华人 也许其他的局役来服务 所以今天非常高兴 可以在这里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工作的情况 最后 恭祝大家心得健康 开开心心 做一个非常成功的 这个会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 Chinatown Service Center 我们的CEO 谢谢您 下面呢 我们有很精彩的 第一个才艺表演 也就是由华裔歌舞团 为我们带来的 遗嘱舞蹈 欢乐的节日 大家掌声鼓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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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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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华语歌舞台 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好吧 谢谢 好精彩好漂亮 我们现在是广告时间 谢谢大家 很快再回头见 大家好 我们是玫瑰缸的专属预购规划顾问 王健慧和罗亚文 当您看到这些美丽的风景如画的玫瑰缸的照片 还有我们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笑容 您就会相信 跟我们做预购是一件安心放心的事情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做专属的预购方案 帮您做到省钱省心 请来电咨询 我们给您最真诚的服务 各位朋友大家好 新年华假期曾老师在10月31号 要带所有的好朋友到一个最新的行程 我们要去日本火车之旅 我们会由东京搭乘日本子弹列车 一路玩到北海道 赏迷人的枫叶 泡日本最棒的温泉 吃日本最棒的美食 行程非常的精彩 名额不多 保民可真是要快哦 德国微循环理疗仪登陆圣改膜 德国微循环理疗仪 八分钟清除血管底色 哇真的呀 八分钟清除血管底色 效果看得见 德国高科技产品 调理身体各部位 免费使用免费体验 圣改国最大专卖店 顺发超市对面 体验热线626-872-2292 626-872-2292 羊车浅子口感润滑 口味清香 浴水膨胀50倍 有膳食纤维王支撑 可有效补充人体所需纤维摄取量 美国癌症协会研究表明 羊车浅子能增进肠道蠕动 促进益生菌生长 可有效预防便秘 肠癌 肠癌 中风 糖尿病 乳腺癌等疾病 每天两包绿叶枝加鲜维王 健康又瘦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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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度回来 我刚刚有跟各位提到 我们的赞助商的慷慨之词 那么首先我们就要真的很谢谢 我们的安林蓝十字赞助商 现在我们就请 ANTHEM Diversity Marketing Manager 由Toyo Chen来跟我们说几句话 我们大家掌声欢迎 早安 我是Toyo Chen Toyo Chen 我是Antham Blue Cross 安森蓝十字的代表 今天很高兴来这里参加这个活动 大家好不好 好 太好了太好了 就喜欢这种活力 今天我们真的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跟乐活50家 Happy 50 Plus 一起举办这个活动 很多的人会常常问我说 Antham Blue Cross 安森蓝十字 不是就是一家保险公司吗 可是其实Antham Blue Cross 在社区里面参与了很多很多的活动 我们希望我们的会员 不是只有在生病的时候 需要看医生 或者是去住院的时候 才想到 我有一个医疗保险 我要用我的保险去给付这些的福利 我们参加很多社区活动 像今天Happy 50 Plus这样的活动 我们希望我们的会员 随时有空就出门多去走一走 去爬爬山 去唱唱歌 去看这样的活动 大家喜不喜欢来这样的活动 喜欢吗 很好很好 但是当然我们常常也会 我们也需要知道说 毕竟安森蓝十字是一个保险公司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这几年 一直在想说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提供给我们的会员更多的福利 不是只是一家很基本的保险公司 所以像我们的保险公司呢 如果今天我们有会员 你不只是有红蓝卡 同时又有白卡的话 一年我们会提供最高2400块钱的牙齿福利 让你可以去看牙 这跟其他的保险公司并不一样 因为很多的保险公司 就算你有一个保险的牙齿方案 你可能去做根管治疗 或者是你做补牙 或者是做牙套 你可能自己还要付500块或700块钱的自费额 像我们的公司的话 当你有这个福利的时候 如果你今天去做根管治疗 或者去做牙套 你需要花的费用 譬如说是1800块钱的话 因为在我们的额度底下 你等于是完全不需要自己自费 所以这个福利是相当的好的 你们喜不喜欢这样的福利 喜欢吗 同时呢 我们还有一些非处方签药物的一些福利 如果今天你有红蓝卡 同时也有白卡的话 一年我们最多可以提供给你800块钱 非处方签的福利 我们同时跟Walmart Walmart特 还有跟CVS的药局都有合作关系 所以今天你拿我们的卡 到这些商店 不管是去Walmart 或者是CVS的药局 你都可以直接去拿这些非处方签的药物 像是一些精油啦 一些绷带啦 一些饮药水啦 所以这些福利 等于是不需要 你需要看病的时候才能使用 你是健康的会员 也可以使用这些福利 听起来还不错吗 好 太好了 所以今天我也不希望花太多的时间 去讲我们太多福利的东西 我们今天有两位 我们非常非常资深的保险经纪 Mary在这边 还有我们的Gary 他们都是已经在这个领域 非常长的时间了 如果今天你自己有红蓝卡 或者是你的父母亲在美国也有红蓝卡的话 欢迎你们随时去询问相关的资料 他们都可以提供给你们非常多的服务 谢谢大家 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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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现在先颁证两个奖品 请您继续留在舞台上 这个是表示抽奖时间到了 那么我们呢 在安等慷慨的赞助之下 他们呢 来开始先送这两个礼品 能不能解释一下 为什么送这两个礼品呢 都有 对 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会员 平常真的是比较active 就是常常会去做一些运动啦 不要只是待在家里面 今天我们送的第一个呢 是一个yoga的面 这是一个厚的yoga面 不管你自己平常已经有去做瑜伽 或者是在家里 有时候想要可以在地上拉拉筋啦 这个面都会非常的适用 我们是有一个抽奖的一个 对 我们会有两个奖品 到时候电脑会抽出来 那这个是 这个呢 是一个保温的水壶 那这个是比较大容量的 我们希望你们在运动之后 如果需要补充水分的话 也可以随时带足够的水分在身上 所以不管去什么地方 都可以记得要多喝水就是了 好不好 好 那么现在我们请电脑抽奖 好 我们第一个赢家是1558 9393 第二位是15544881 恭喜您 到时候节目结束的时候 请您到我们乐伙50家 义工那边准备好了 您确认了以后 就可以拿奖品 恭喜 恭喜 我们掌声 谢谢Toyo 我们也恭喜您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现在我很荣幸能够介绍下一位 下一位 刚刚大家也听到她的名字 可能您也有看到她 有跟大家打了个招呼 那么就是我们的阮丽娜女士 她是我们的华富服务中心 心理部门的主管 那么她自己本身 是在波大戴尼大学 也就是Pepperdine University 在那边拿到了家庭 以及婚姻顾问的硕士学位 然后她就在职业里头 辅导了从儿童到婚姻 到夫妻这个专业也超过十年了 今天她所要讲的有两个主题 第一个主题就是 如何来度过 当我们已经是熟灵的时候 失婚了或者是丧偶 所引起的那个悲痛期 那么第二个主题就是讲 我们可以也如何地来过一个 快乐的单身生活 我们现在热泪掌声 欢迎Miss Nina Locke 大家好 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可以来到这边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几年 有十年来的经验 很荣幸也很替大家很高兴 今天有那么多活动 准备给大家 那我今天也不要花太多时间 浪费大家的时间 可以继续 不好意思 是不是这个 OK 好 谢谢 刚刚Sophia给我那个介绍 真的很 detail也很好 我本来是想要跟大家开个玩笑 但是好像这个玩笑已经不好笑了 大家都已经知道我是谁 我其实本来想要说 我今天是想要来跟大家说一下 Counting 101是什么 但你们知道我今天的目的不是来讲这个问题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还是简单解释一下 其实婚姻跟家庭是什么好不好 婚姻是你选的对方 你选的另一半 那家庭就是你有血缘关系的 你可以依靠的人 总体来讲 这个人其实就是你想 你可以相信 你可以想要度过每一天 你的生活每一天的吃喝玩乐跟酸甜苦辣的经验 这是你们所选的你们的另一半 那当然我们都希望这一个婚姻或者这一个关系都能维持 但是我们也知道 在我们每一个人生中的经验的过去 这一种关系可能不会维持到永远 那不到永远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可能小孩子长大了 还是婚姻没有想象中的到那么好 或者另一半早一点离开你 你会感觉孤独吗 有感觉过孤独的人吗 这边 有没有感觉过这一感觉 那当然会感觉过这一种 有这一种感觉 有这一种感觉的时候 很自然的你会想要找朋友 很自然的想要找新的关系 新的婚姻 或者新的好朋友 但是要怎么找呢 我们要从哪里开始呢 不然的话我们当然是不是看别人 是从我们自己先开始 要怎么样从我们自己先开始呢 我们来 我们要先反应一下自己 OK 我们要先反应一下自己 怎么样反应呢 反思啊 不是反应 反思 反思一下自己 看一下 有没有问过你自己 你最近喜欢的是什么 跟以前的一样吗 有时候你们生活中每一天 都那么奔波那么忙 要上班下班 接小孩子 煮饭 还是要回去陪你爸爸 回去陪妈妈 有时候生活中有一些改变 你可能不知道 需要停下来反思一下 我今天喜欢的 跟昨天的喜欢的一样吗 有可能不一样 问一下自己 我是谁 我今天的我是谁 有什么改变 可能你们年轻 在结婚之前 还是小的时候 感觉说 我将来的对方 要很帅 要懂得怎么样去 跟我沟通 要很幽默 有很多 你可能会有很多点 很多说 要有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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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到现在 你们的经验 应该很丰富 可能会捡一些东西 可能会捡一些东西出来 说这个可能不会是很重要 可以拿出来 可以再拿出来 以前喜欢的人 可能很喜欢去爬山 去游泳 还是什么 但是今天的你可能喜欢一个在家里 看看书 或者打打麻将 或者一个小的乐园 不用那么多人的情况下 要反思的时候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叫mindfulness 正念 大家有听过正念吗 正念 是一个需要练习的东西 正念可以让你多了解一下 你自己的心态 你的感觉 还有了解一下你周围的环境 当你可以利用正念 去认识你自己的时候 你了解你自己的时候 你会很自然的知道 你喜欢的对方会是什么人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为什么会了解自己 才会去知道别人呢 有时候停下来 因为我们的过程 我们成长都是爸爸妈妈 可能爸爸妈妈说 你将来要嫁个医生 要找个律师 那是你最好的对方 你的头脑会有一点被brainwash 就是会被洗脑 不好意思 我是一个ABC 可能要抱歉一下 我的中文可能没有大家的 那么好 但是我看到每个人也很 Thank you for你们的 怎么说呢 包容我 对谢谢 刚刚讲到什么 洗脑 对 当你父母帮你洗脑的时候 你在过程长大的过程 你以为那是对的 但是你在反思之中 你可能会了解 你自己做的时候 你会说 其实我有点改变 那可能不是我想要的东西 那不是我想要走的方式 所以反思是一个很重要 对自己很重要 当你走到某一阶段的生命的时候 有时候要停下来问一下 你自己是谁 今天的我跟以前的我一样吗 那有什么活动可以让你去多了解你自己呢 我这里有很简单的一些 一些 一些 例如画画 瑜伽 听音乐 听音乐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你们听音乐只是听音乐吗 或者你们有在了解那个歌曲 这很重要哦 因为有一些人其实听要就听啊 但是歌曲这一方面会让你去思考 让你去思考 会让你跟这一首歌 有没有说一个感觉 听歌 看书或者画画 去外面散散步 去看一下草啊 花 公园啊 你今天走的路 今天长的花 跟明天那一颗花还在吗 还一样吗 这一点都不一样 都可以让你去反思一下 各个的东西自己周围 这是一个 其实这个正念真的是要练习 不是一个一天两天的 就可以去了解自己 还有正念 会是让你活在现在 而不是过去 或者未来 我们在psychology 在心理科这一方面 说如果你活在过去 你的心情是depression 是忧郁 是会感觉忧郁 因为你活在过去 一直在想 我以前是怎么样 我以前是怎么样 因为自然你的心情会有忧郁 然后长久就会变成忧郁症 那如果一个人 常常在想 未来 我未来应该要怎么样 然后买一个大房子 要很有钱 还是要什么 这个会让你有焦虑 那长久了就会有焦虑症 就是这种原理 就是很简单的这样 跟大家讲一下 当然如果只是这两个topic 可以很长也可以很久 我们来玩一个小活动好不好 一个正念的小活动 叫做五四三二一 大家不用站起来 也不用做什么 可以坐在这边就可以了 但是可能心惊一下 找五样东西 你可以看得到的 你可以转转头啊 它是什么 找五样东西 你可以看到的 好不好 好 下一个 四样东西 你可以碰到的 第三个 找三样东西 你可以听到的 第二个 找两样东西 可以闻到的 好 第一 找一样东西 你可以 taste 尝到的 谢谢 找一样东西 你能尝到的 这个很简单 但是会让你停下来 focus一下你的周围 注意一下你的周围 这不是很多人会停下来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是需要去practice 需要去练习一下 去treasure一下你周围的一些东西 所以简单的 所以简单的 这 我刚刚所说的五样东西把它解释到 5W 1H 所以简单的 你会评论 在英文中 我们可能会 就是 从哪里开始 从你开始 自我反思 在哪里 在这里 什么时候呢 现在 为什么要这样呢 去好好的生活 享受一下现在的生活 那要怎么样去 能多了解呢 就是 思考一下你 用正念的去practice 当你正念好了 多了解自己了 你会很自然的知道 你想要找的对方 要有什么东西 要有什么的条件 所以 我们可以从哪里开始 我们可以从这些 有一些example 当然你可以去做一做瑜伽 或者成立你自己喜欢 到你自己的一家 知道的时候 你可以成立你自己喜欢的一些活动 找找一些跟你有相处的活动 譬如爬山啊 或者你们想要 喜欢去旅游啊 找几个朋友 一起去旅游 去搞搞 去develop你的 跟那个朋友的关系 或者如果喜欢自己 待在家的人 可以去建立一个book club 还是打麻将 这个都是很 都是一个很social的skills 还有很多个个啦 各个的resource在外面 或者在我们华富服务中心 你们如果有什么问题 当然可以来到我们中心 我们可以去 多介绍给大家 我们外面有一桌 有一个桌子 那我们会留一些卡片 还有一些flyers 跟bullshows 你们可以到时候 在那边参与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Lina 土生土长的 你的中文讲得太好了 我们再次来掌声 谢谢好不好 感激感激 我们现在进入广告时间 就是用最温暖的心 去撑在离别的悲伤 如同家人一般细心呵护 哪怕最微笑的一个细节 我们都做到一丝不苟 福乐纪念公园 百年传承 始终如意 百年传承 百年传承 许试 祝大家 2019会更好 好香啊 早就为你们准备好了 你们喜欢吃的长城排 长城排 Yeah, it's my favorite 美国制造的长城食品 真材实料 不加彭沙和反式脂肪 吃得安心 长城排牛筋丸 牛肉丸 供丸 销量 No.1 不敢吃人 不敢硬 好好吃 羊羊超好吃 餐餐超方便 Ritwall 长城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我们现在回到现场 我们下一位赞助商 是许诗森业集团 有请我们的副总裁 来为我们支持 我们掌声来欢迎 林伟璋先生 谢谢主持人 谢谢主持人 我是许诗森业集团 副总裁林维章 很高兴 主持人 主持人 给我们这个机会 来跟各位介绍一下 那么各位刚刚引开广告影片 看到所有的活动 那么还有很多的产品 那我都参与其中 那最重要的话呢 许诗森业集团 我想大家应该 时有所闻 那么今天跟各位 很简单 跟各位讲一件事情是 我都不知道 这个50plus 这么这么好的一个事情 如果十年前 我就知道这个事情 我就不用在50岁以后呢 这十年呢 我浪费了很多 十年的时间 那么各位这里 真的是您是非常非常的幸运 能有这么多的赞助商 还有这么好的主办单位 提供给各位这么多东西 那么各位刚刚所看到的 都是一些 不管在心灵上 或其他的 但是跟各位讲 许诗森业集团 尤其是我的老板 他今年已经78岁了 那我在威斯康斯 也住了十几年 那么应该这样讲 我们带给各位什么 是生理上的健康 我们把健康带给各位 这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人在外面 想买一些很好的东西 但是心里怕什么 到底这个东西 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好的 那可能跟各位讲 我在许诗 在威斯康斯 住了十几年 那么亲自到田里面去 所有东西都经过手里 所有我们都是做最好的 也就是说 从一开始 到你拿到东西 全部是由许诗森业集团 一手包办 绝对不会假手他人 那么在这边做的这个广告 是非常重要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给你一个 很好的一个保证 如果您需要我们的服务 我们不只是 这个花旗生而已 我们也带你非常非常多的产品 像日本北海道东西 我们也是 我刚刚从日本回来 我们去验证了所有东西 再一次看过 昆布干贝 所有东西呢 我们一定要自己 亲眼看到 那么亲自尝到 把东西完全送回来 送到您的手里 这是我们许诗森业集团 在做的事情 最重要还是那句话 我们是一条龙 希望把最好的东西 最好的健康 带给各位 您 好不好 谢谢你 谢谢 我们下一位赞助商 我很乐意介绍他 因为他也是我多年的好友 是我们的福乐纪念公园 的区域经理 我们有请Michelle Chu Chu美华 谢谢Sophia 大家好 我今天非常地荣幸 可以参加这么好的一个活动 那今天呢 大家除了有很多 好地看的表演 然后也收到很多的 很有用的资讯 那其中一环呢 我觉得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 可是很多人都会忽略 因为呢 不想去想 那刚才呢 你们有看到我们的一个广告 那个广告是得奖的 在国际上 他拿了很多奖 好 那今天呢 我们有同事 真狗在这边 有一个桌子在那边 我简单地介绍一下 我们公司 我们公司是1906年就成立了 所以有110多年的历史 一共有六个墓园 最近我们这边的就是 Covina Hill 在10号公路出VIA Verde就是了 好 所以非常的交通方便 然后也非常的美丽的六个墓园 我们Glendale Park呢 有一个免费的博物馆 很多人都不知道 好 所以我今天简单地介绍一下 让大家多了解 因为很多时候 不去想这个生前规划 因为没有很多这方面的资讯 我自己本身呢 就是已经计划好了 所以其实做什么事情 人生中都会计划很好 对不对 那人生最后的一件事 也应该好好地去想一下 那你可以自己挑 自己喜欢的腹地 自己想要的一个仪式 那些 可以先安排好 以后几十年后 有事的时候 家人不用在伤痛的时候 去做这个艰难的一个决定 很多的事情要去做 那我们除了做生前规划呢 也有很多的活动 每一年都会有很多的活动 在十月份呢 我们有一个 十月六号 有一个风水的讲座 在Covina Hills 所以等一下 要是有兴趣要参加 可以去跟整个报名 然后在十月十号的话呢 我们的博物馆 有一个新的那个展览 所以要是对摄影有兴趣 或者对艺术有兴趣的朋友们 等一下也可以来 跟我们报名 可以参加我们的一个 Cocktail Party OK 全部都是免费的 那可以去欣赏一下 我们在世界上最大的一幅 宗教油画 在我们的Gandal Park里面 然后呢 也有一个博物馆里面 可以欣赏到一些摄影展 跟一些我们的艺术收藏品 我们的创办人 非常的热爱艺术 所以他在我们六个点里面 都是点缀着很多很多漂亮的艺术品 所以中外的一些名人都喜欢 叫Forest Lawn 付了今年做他们的最后的一个家 那希望说你们可以考虑一下 自己做好生前规划 那有任何问题可以过来我们的部份 谢谢大家的时间 Thank you Sophia 谢谢Michelle 我们下面就是我们的才艺节目时间了 就是由南加州 那么是台大校友会的合唱团 他们合唱两首歌曲 一首台语一首国语 您听了就知道 我们掌声热烈欢迎 谢谢大家的时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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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166-9-6-7 155-18-1-2-3 155-66-9-6-7 又来了 155-99-8-3-3 155-66-9-6-7 我们可能还要再重新再试试看 好 155-39-464 好 我们恭喜这四位的幸运儿 那么现在我也很高兴来介绍 下一位我们的赞助商 她就是我们的预售顾问 在玫瑰岗纪念公园 大家掌声有请Flora Wayne 大家好 就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请问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定要幸福的生活 幸福的生活就像我们50plus 说的 要有爱 要乐活 可是 幸福生活的关键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做好各种各样的预先规划 并且 附助实施 就好像我们今天所有的朋友 来到我们乐和50家的现场 就是说 不仅要想 而且要做 所以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玫瑰岗的预购顾问Flora Wang 那边还有我的同事Grace Law 为什么我们站在这里 因为繁华落尽 每个人都有离开的一天 那我们的工作就是帮您规划好最后的旅程 只有提前预购好回程的车票 那么我们的人生才会无忧无虑追求幸福的生活 所以我们的宗旨就是 不给家人添麻烦 只留爱意与家人 爱意就是爱的回忆给家人 有些人说 哎呀我不着急 我要等等 可以等啊 可是美国的时间过得很快 说不定一不小心 错过了预购的机会 给家人带来很大的麻烦 有些人说 哎呀太贵了 可是我可以向您保证一点就是 只会越来越贵 请问一下 在华人首选的风景如画 风水一流的玫瑰缸 如果每个月只让您付不到四十块钱 就可以预购到一块 两个人使用的 没有任何附加费用的专属福地 请问您觉得贵吗 所以请来咨询我们 拿到我们的资料和电话号码 我们约个时间 帮您做最贴心的预购规划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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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下一位赞助商 我们也很谢谢他 那么也就是我们的 睿智健康元素健康顾问 张绍珍女士 大家好 非常高兴今天能参加这个50plus的这个活动 也非常感谢Amanda给我这个机会 我是代表PEMF Wellness 公司 我们公司是在San Gabriel 今天我们带给您是两样的健康的仪器 其实我们到了这个年纪 所以50岁的时候很多事情就觉得有时候人会觉得比较累 对吧 或者是有很多stress 或者是跟年轻也到了 所以呢 不知道有时候那个脑子都是不是太清楚了 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这个产品呢 是有什么用处呢 它呢 如果你有疼痛 或者是睡眠不好 或者是就是说 血液不太通 就是说你有血液方面疏通的问题的话 我们这个仪器是帮助你疏通你的血液 同时呢 也带给你带这个你的身体呢 多一点的养分 然后呢 把这个cell呢 把它活跃起来 就是这样 就是很简单的 那如果你们想多了解一下呢 请带我们这边 请来这边的桌 这边我们会比较仔细地再跟你讲 OK 同时呢 我们到了这个年纪呢 也是离不开的那个饮食的方面 我也是一个饮食健康饮食的顾问 我也呢 带了今天也带来给你们一台 那个revolutionary的一个锅 是万能锅 是德国的一种的锅 它能做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 豆浆啊 馒头啊 或者是果汁啊 糖醋排骨 都是一个锅里面做的 所以呢 如果你们喜欢饮食的 那个健康饮食 还有呢 就是能做到很速度很快的 那个饮食方面的 或者是你们有糖尿病 高血压的 要吃一点比较健康的饮食的话 你来找我查询 好了那今天呢 如果你们来我们桌子 我们就会带给你一个免费的 relaxation session 来我们店里是免费帮你去测验的 所以欢迎你们来 找我们在San Gabriel PEMF Wellness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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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又是回到抽奖的时间 这一次我们有五位的幸运儿 这个都是由老字号食品所赞助的 这里有五罐的高级冷泡茶 还有到时候各位走的时候的那个礼包呢 礼包的茶也是老字号送的 好 电脑 第一 1553760 15581812 15553731 15567359 以及1558715 我们恭喜这几位幸运儿 好 我们现在再回到广告时间 大家好 我们是玫瑰缸的专属预购规划顾问 王健慧和罗亚文 当您看到这些美丽的风景如画的玫瑰缸的照片 还有我们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笑容 您就会相信跟我们做预购是一件安心放心的事情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做专属的预购方案 帮您做到省钱省心 请来电咨询 我们给您最真诚的服务 各位朋友大家好 新年华假期曾老师在10月31号 要带所有的好朋友到一个最新的行程 我们要去日本火车之旅 我们会由东京搭乘日本子弹列车 一路玩到北海道 上迷人的枫叶 泡日本最棒的温泉 吃日本最棒的美食 形成非常的精彩 名而不多 保民可真是要快哦 德国微循环理疗仪登陆圣改膜 德国微循环理疗仪 八分钟清除血管底色 哇 真的呀 八分钟清除血管底色 效果看得见 德国高科技产品 调理身体各部位 免费使用 免费体验 圣改国最大专卖店 顺发超市对面 吉安热线626-872-2292 626-872-2292 羊车浅子口感润滑 口味清香 玉水膨胀50倍 有膳食纤维王支撑 可有效补充人体所需纤维摄取量 美国癌症协会研究表明 羊车浅子能增进肠道蠕动 促进益生菌生长 可有效预防便秘 肠癌 中风 糖尿病 乳腺癌等疾病 每天两包绿叶枝加纤维王 健康又瘦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月月当中是不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伴侣可以一路同行 也可以分享生命中的美好呢 于是寻寻觅觅 寻寻觅觅 说不定的转角就遇到爱 一不小心碰到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 那我们这个华人要怎么办呢 中美联姻是佳化 但是跨国婚姻是不是有很多要磨合的呢 婚姻都是美好的吗 我们很高兴的呢 就要为大家介绍一对中美联姻 那他们很愿意接受我们的访问 但是很不巧的呢 他们昨天飞到了Colorado 因为是跟亲友有相聚 所以我们就先行到他们家去访问他们 看看他们的生活 看看他们是怎么样相处 现实的问题他们怎么处理 所以呢 这个是内容非常的精彩 可以给大家做个借境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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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在学校 我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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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学校 我们差不多结婚了 我在学校 但你也没有学校 但对吧 便是没学校 这才是 When I moved to California 我就是在学校 发生了 我会ے到学校 因为高兴智 disciple 在学校 当工作的时候 我是不会将来 我来自从到巴默 因为我爱到巴默 所以我后组 我来自在学校 我想到学校 我几乎的 我认为 我从从外国 es from Taiwan we're both in California she was in Maryland for a while and yet we meet her so I always found that quite fascinating And at that time, he was dating and eventually met my and married my life husband there and then unfortunately he has been battled with cancers for many many years rand 2006 July and he passed away 我還會忍著同學 我還會被冤枉 我在2007年裡 我會成功 成功的社会 我��社會 我會成功 開動作業 總而來的 這裡居住 a guy that been playing or singing in a band start paying attention to me a little bit more than I was expecting but I think I was a little bit naive I didn't think that much probably because I just lost my late husband so I feel like oh yeah this is a friend in church you know brother in church and also being a participant and committed to the worship bandso for many years so he just probably liked to share his condolence and friendship so I didn't think too much until getting serious and one of this day I got a question like oh I want to date you can you seriously consider literally I was shocked you know because it happened so sudden I think it's so sudden but Bob probably planned a long time ago a long time so I was shocked and I remember my heart was pounding so fast I was like give me some time to think about and later Bob said but he was so happy because at least I didn't say no I don't think I consult too many people other than just one or two sisters in my church you know and so I think that's enough you know sometime you don't have to to ask too many opinion and just follow your your own you know thoughts you know your instinct well I think when it comes to you know culture and changes um I certainly have to recognize that if I'm married into a Chinese culture you um there's an old saying with Americans and who knows maybe it's like universal but when you get married you actually marry the family too so I realize that I will have to work with their family I recognize that I don't know Chinese and it's likely I'm not going to learn Chinese and so that's true to this day so I accept the fact that that there may be challenges in that regard so when I'm with their family often they're speaking in Chinese so that's fine so I'm not going to feel offended by that and I'm not going to make some kind of issue out of that and I'll still talk to them when I talk to them and obviously they'll talk to me in English when I speak and that's fine so so that wasn't too much of an issue her mom however even at that time I think was probably around 80 or 80s 85 ish yeah so I thought obviously we're old enough we're like mature we don't have to ask anybody to get married we'll just get married but I thought I think it would be good not only for what I would like to do even if I was dating an American it's sort of like we think of it as like a noble thing to ask the parents for their permission to marry the daughter so I thought even though I'm at the time I'm like 55 years old I don't have to ask anybody but I thought I think it would be appropriate to do so I said honey let's go back to your house right now and I want to I want to break this news to your mom and I want I want to tell her the story in English and then you interpret for her because she can't speak much English so sure enough her mother her brother was sitting at the table and we told our story and then eventually I asked and her mother was so excited she like threw up her hands ok and it was quite a charming moment but I felt it was the right thing to do because even though you can make an argument that Chinese culture is here in America and therefore they need to adapt to me I think it should go both ways yes that's how I look at it yeah yeah well what I would say is there are certain foods that I have to go I cringe a little bit there are certain foods that I can't eat however I think to my credit I have expanded my horizon quite a bit and I've tried a number now of not only Chinese dishes but even other dishes that historically I wouldn't have tried such as like Indian food and that sort of thing so my horizons have expanded and I think that's another thing that's important to to consider is that you know as we're older it's easy to be set in your ways it's easy to say well this is this is who I am this is what I do if you don't like it too bad that's it now I'm not saying that you should change who you are as as a core person but I think that you do need to be a little flexibl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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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ing things and be a little and for me it's also a little adventurous to try something new well if I don't like it I don't like it you know and so and then you know to my delight I found out that I actually enjoyed quite a few things that before I probably wouldn't have even tried so I think that was important the languages will always be a challenge but what I also chose to do was I thought it'd be nice if I tick her mother out go visit her mother and just like tick her out for lunch you know by that time she's like 90 years old she's just sitting home all day been us to get her out right so it turns out that she really like Chick-fil-a so I take her I would take her out every week or every two weeks I take her out to Chick-fil-a just her and me and we go now in those days she was speaking a little bit more English and she would try to communicate with me in English and again I know very little of Chinese so I couldn't do very much there but she would try a little bit and I'd try a little bit and even if we couldn't communicate we'd often communicate through like nonverbal communications so I'd make symbols or numbers or whatever to try to communicate with her and we'd kind of communicate and we'd have a nice lunch and I'd take her home and she'd say come in for tea and she'd want to make me tea I'd come in we'd hang out a little bit longer right so I found that to be quite a charming thing and I quite enjoyed it so I think that's another thing that helped me to kind of bridge the gap of the culture I think there will always be a certain amount of challenges in that because there's certain foods I just won't be able to eat there's certain there's a language that I probably won't learn you know that's my choice I conversely if it was the other way around one of the ways to help assure or at least give yourself a better than average chance that you that you truly know the person that you're going to marry is to be honest and transparent up front so we were I don't know probably a good six months into our relationship and I decided you know I think we could both kind of sense that we're heading down the road and it's likely that we're going to get married so I said look honey here's what I'm going to suggest that we do and I said this is not romantic at all I said but I'm going to show you my whole story I'm gonna show you all my finances all my investments all my debt if I have any which fortunately I didn't have debt but I'm going to show you everything I said so you need to understand if you really are going to marry me you need to understand where I'm at do I have a big mortgage is the house paid for do I have 50 000 in credit card debt and I'm an idiot paying 20 bucks a month to them paying 25% interest or whatever it is so you need to understand these things and I thought she was a little bit shocked that I would even do that she's like oh really and I said and then when I'm done I'd like you to do the same for me so I understand where you're at because no you're not afraid to show everything about your life you're not trying to hide anything so I think sharing these things up front is really good and at least for us I think it helped to kind of build our trust in each other I think that was important is to Mr. Right 跟 Mrs. Right 对不对 那么 这两个人呢 踏着结婚进行曲之后 是不是 就 王子跟公主就此过着幸福的生活呢 这下一站是不是确定能幸福 我想这是很多人在脑海里 都要影响的一个事情 那今天你们看到 在我旁边坐的这一对夫妻 你看他们 他们结婚44年 快45年了 敢相信吗 他们看得非常的年轻 那我们常常听到朋友之间 在这个怎么讲呢 在求他们自己的婚姻生活 就说我挤牙膏 我要挤这一头 另一半要挤那一头 就为挤个牙膏可以吵得不可开交 然后呢几天都不说话冷战 所以我们这44年婚姻的 他们是怎么样来相处 婚姻怎么经营 那怎么样保鲜 那我想先 这是没有介绍 是赖萍萍女士 罗再玲先生 大家好 大家好 对那我想请萍萍 先讲好不好 你怎么样保鲜 这件事情 44年 马上45年了 是一个非常长的岁月 两个人在一起相处 是亲密的相处 day after day 所以呢 像刚才你说的挤牙膏的事情 我想每一个家庭都会有 因为每一个人生活习惯真的不一样 刚开始的时候很甜蜜 等到时间长了以后 开始就会觉得 你这个跟我不一样 你这个怎么这样子 开始会 比较要人家follow你的方式 那日积月累 很多小事情 要一路走过来 是不容易的 可是呢 我们一起走过了四十几个年头呢 我们怎么样能够保持 像当年谈恋爱时候 那样的一个心境 我想唯一的一个方式就是 大家要保持一个很正面的心态 就是说 你要把对方当作是你的幸福的来源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 异性一起生活在一起的话 你不要把他当作他 把我当作我 不是你和我 而是两位一体 你是我的另外一半 那当你健康 你快乐的时候 我就有幸福的依靠了 就是我幸福的来源 所以我就会 把他伺候得很好 十一住行 和照顾 是的 然后我也希望他很愉快 因为他长寿健康 是我幸福的来源 那你要有这样一个心态 我相信 我想插一下 我怕我忘掉了 因为我现在会忘掉 所以我插一下话 其实两个人相处 必然有很多摩擦 必然有很多地方是 他跟我不一样 本来我们两个人 就生在不同的家庭 怎么可能一样呢 但是两个人碰在一起 要怎么样会变成一样 那么当然我们 说普通话就是说 我让他 他让我 其实那是不够的 我让他 他让我是不够的 我们避难有很多很多的 不同的地方 比方讲 他煮了饭 他本来煮饭 他不会煮 他煮个面 他把汤把面都摆进去 把盐巴也摆进去 把酱油摆进去 都会和一和 出来那个面 真的是不能吃 可是 我知道他不会煮 那我就还是吃了 OK 吃了以后 当然自己知道 好不好吃 自己心里有素 可是我还是要鼓励他 做得不错 下次怎么做 我会煮 我不敢说我会煮 会煮到以后 你就煮了 自己就煮了 我不敢煮 所以我就会跟他讲 他就 他就开始买食谱 一些什么 那这个是说吃的方便 当然还有些其他的 我说到刚才你讲 那个吃的方面 我是觉得 一个正面心态很重要 譬如他 我们刚结婚 我真的不会做菜 我没上过菜市场 我开始 我煮的菜 他煮了三盘菜 这盘菜OK 还可以吃 这盘咸的不得了 那盘是生的 像你很可以 一般人会讲 这个菜怎么那么咸 打死卖言的 这个菜生的 怎么吃啊 他不是 他这两盘菜碰都不碰 他就一直吃这个菜 这个菜好吃啊 好吃 那你听不听得懂 这两个菜不好吃 可是他不会讲 这两个菜不好吃 所以这是一个生活的方式 他很聪明 所以他这一辈子 都不用做菜 不用做家事 我都做得很辛苦 可是我做得很快乐 心甘情愿地去做 我常常在社区里面看到 罗先生 罗太太 他们夫唱 夫随的身影 他们唱歌 跳舞 他把生活呢 怎么讲 安排得多采多姿 说一说吧 我们保持一个 很年轻的心态 除了照镜子的时候 我们知道自己几十岁 其他时间 我们都觉得自己非常年轻 跟没有结婚 谈恋爱的时候的 心情是一样的 我们一直维持这样的 心情 好几十年到今天 是 我查一下 那两个人总有吵嘴 搞不高兴的时候 对不对 那碰到这个情形怎么办 会有 一定会有的 四十几年 不可能 永远都是王子跟 公主 白雪公主 当然有现实生活 当有冲突的时候 不高兴的时候 怎么办呢 我会很难过 再躲在旁边 可是我转头一看 看看他的时候 他在那边 他说我大吃大喝 大吃大喝 我没有扫反他 他就把冰箱的剩饭 现在拿出来 好大一盆吃得光光的 我就开始觉得 不划算 我不要生气了 那之后呢 他看我还在生气 也不敢来跟我讲话 怎么 他就写 画一个纸条 上面 当然要是道歉的话 也很丢面子了 心里有点不甘心了 对不对 我又没有错 他觉得他没有错 我觉得我没有错 怎么办 他就画一个 happy face 画一个笑脸 任何人看到笑脸 都不会再生气了 我在那边很生气的时候 忽然来一个笑脸 我马上就笑出来了 就是说一个很正面 很简单 很幽默的方式 可以化解很严重的分歧 我有话讲 我们的确有很多时候 两个人意见不一样 不管是生活 还是工作 还是各方面 我们都有不同的意见 可是不同的意见 基本上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是相处 可是 我们是从不同的家庭来 我们必然有不同的想法 他的想法 跟我的想法 可以说差很远 可是你要怎么克服 这个差很远的办法 真是很头痛 每一次我碰到的时候 我就想说 好 比方说我们在店里面 我们自己有个7-11店 我们管店 他 看到客人 拿东西 不付钱就走掉 他很生气 他就跟我说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去老公钱 那我就跟他讲 待一会儿 OK 慢一点 慢一点 我是一个很一板眼 基本上很严肃的人 他是一个很幽默 很轻松 万事都OK 天塌下来 有高的顶 明天又是快乐一天 每天早上一睁开眼睛 他就笑 哎呀 今天又减到一天了 就很高兴 我会跟他讲说 没关系 他吃的话 东西没付钱 我会让他付钱 我们就跟他讲 那他就很生气 我说就不要生气 我说这种事情 天天会碰到 好 比方说我们两个 有不同的意见 说真的有很不同意见 要怎么办 我也没办法 除了画一个人像 因为我很会画 那个happy face 不是画一般的happy face 我会画一个牛哥 牛哥打仗的牛哥 那个三个变 我就画一个牛哥给他 他笑了牛哥 他就哈哈一笑 事情就轻松很多 但是真正碰到真知问题的时候 还是有困难 那么画 face 也许还解决不了 有时候解决不了 怎么办 那个时候 我的法则就是 保持不讲话 暂时不讲话 也不能生气 也不能摔东西 都不行 那我就必须慢慢慢慢 就走到旁边去 我开一点小小的音乐 听一听 他有时候 音乐太大 他把它关掉 那我就再去 我那打开 挑一个他比较喜欢的音乐 好 那就看他 那我打开电视 他有时候生气 他会走开 他不看电视 表示生气 没关系 那我就坐在那边 安安静地看 我也不讲话 看看 看了一段 他也没辙了 他心心想之后 也没什么大了不起的事 所以他也就坐过来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不划算 他在看电视 我在旁边生气 不划算 有一次 他生气地 跑到楼上去睡觉 我在下面 我实在是太饿了 我实在是太饿 他不帮我做 我只好自己煮了 我就把东西热一热 我就吃得呱啦呱啦 吃得很高兴 吃完我就看电视 他一下来 你还吃得下 我说吃还是要吃的 你生气也是要有点力量嘛 对不对 还是要吃 他也没办法 看了我吃后 他就跟着吃了 那也就没事了 这样就没事了 他们那个婚姻里头 这个保鲜是一定要的 那我知道你们有一个 五步的一个小动作 那现在五步一二三四五 你现在给我们示范一下 好不好 两位 我们两个就平常走路的方式 不管是急着赶去上班 或者下班在公园散步 我们的走路方式 不是像平常这样走路方式 我们两个都是这样子走的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很多很幼稚 很简单的东西 可是在生活上 我们就保持一个童心 保持一个 真的像人家恋爱时候 那样子的 好几次 不忘初衷 我在那个Gal上面 去看病的时候 我们去检查身体的时候 我到那个Gal 保健中心的时候 我们两个在走 我们两个就说这样 一二三四五 后面把挡在人家的路了 后面一个老太太 一个老太太 看着很不喜欢我们这样的动作 哎 你是在冲什么 他说 你在干什么 让路了 我说 哎 我就跟他老太太讲说 来来一起来来 一起来 就是说 用一个幽默的方式 用一个轻松 像说 我们俩打人家路 人家不高兴的话 那我们可能 哎呀 不好意思 或者生气吵架 他不是 他都是 来来来来 你一块跳 就是用一个很幽默 很正面的方式来解决 譬如说像现在 我们年纪大了 我们都七十 七十岁了 所以 开始考虑 一个非常严肃 然后 很普遍的 事情 就是老人痴呆 因为我的脑筋 很不好 我没有记性 我很怕我老人痴呆 我很担心 我跟他讲 我以后 我们俩去公园散步 我老人痴呆了 回不了家 你会不会照顾我 把我带回家 他说 很好啊 那时候 我也 老人痴呆了 我们在公园 碰到的时候 你碰碰我 我碰碰到 他会 脸红心跳 再谈恋爱 不是很好 因为我们两个都不认识了 那变成一个新的女朋友 跟男朋友嘛 同心恋爱 我们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 能够请到这两位 竭梨 44年 真不容易 奉劝 用一句话 来奉劝 大家好吗 保持一个 年轻 正面的心态 好像 你永远可以 在恋爱中 永远在恋爱中 真的是 很重要 不容易啊 对不对 罗再领 我只有一句话 要讲 爱他 就把他 永远当作 你的女朋友 哇 真的 这是很好的一句话 也是永远的女朋友 永远的男朋友 永远的恋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跟大家分享 谢谢 谢谢 讲得太精彩了 我真希望 有一下午的时间 可以听 不过我们 好多精彩的节目 包括大家 还在等待的 就是我们的 婚恋专家的 焦友环 马上就来 首先 先来抽奖 下面的赞助商 是我们的三本三 茶油 五罐 好 我们来看 哪五位幸运儿 15598175 15566790 15571812 15556169 以及15586135 恭喜您 幸运儿们 那么现在 我很高兴 能够请到南加州的飘舞 对他们来跳 起跑舞 江南之念 大家热烈掌声 欢迎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世间的传情传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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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的传奇 传奇 跳得实在是太棒了 我们再次热烈掌声 好吧 有没有看到那个高跟鞋至少五寸高啊 真是不得了 这功夫就是功夫 所以呢我们现在再进入广告时间 很快我们还有精彩的节目 马上就来哦 一百多年来 我们只做一件事 就是用最温暖的心 去撑在离别的悲伤 如同家人一般细心呵护 哪怕最微笑的一个细节 我们都做到一丝不苟 福乐纪念公园 百年传承 始终如意 特别制作二十四节起来 给大家分享 比如说丽丘啊 应该做什么事 应该用什么补品 怎么样配合画其身 许试 祝大家 二零一九会更好 好香啊 早就为你们准备好了 你们喜欢吃的长城排 长城排 Yeah it's my favorite 美国制造的长城食品 真材实料 不加彭沙和反式脂肪 吃得安心 长城排牛筋丸 牛肉丸 贡丸 销量 No.1 不敢自然不敢于 好好吃 样样超好吃 餐餐超方便 Ritual 长城排 好 请坐 大家好大家好 我们终于等到的最后一个节目 是不是 我知道今天大家来很多都是想来听这个婚恋专家的这个婚恋交友的建议的 现场观众是不是笨着这个来的请举个手 谢谢谢谢 好的好的谢谢 那今天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那我是两颗红豆的婚恋顾问 我叫Bessie 就是很高兴认识大家 对那我今天是从北加过来 对因为我们公司其实是在硅谷 然后那我们是一个创业创业型的公司 其实它是一个互联网公司 对所以我们所有的就是两颗红豆本身我们是有一个online的一个平台 对那待会我们也会了解一下 比如说现场的观众大家当中有没有使用过这个线上平台的这个男士跟女士在现场 对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有线下的服务 那我作为婚恋顾问其实就是一个婚恋专家这样的一个角色 对那我们呢在这个线下的服务当中也已经做过三年多 所以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的这个节目是非常荣幸的 邀请到了三位嘉宾 对分别是Cindy 大家好 欢迎欢迎 对然后Lisa 大家好 对还有我们的男士 我一个男士Jack 大家好 对就非常感谢他们三位 那他们今天呢将跟我一起 就是我们将通过这个案例的方式 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熟灵婚恋交友当中 可以注意的地方以及一些小的技巧 对 那刚才呢刚才那个节目啊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 我们刚才在台下都在讨论说罗先生和罗女士的这个爱情 这个婚姻非常非常的保鲜 然后让我们非常的羡慕 那我也知道那今天现场来的很多的观众 其实我们是单身 对不对 或者我们有过婚姻的经历 那我们也是很希望说可以再拥有这样的幸福 是不是可以拥有呢 我告诉大家很肯定的答案 只要你努力一定是可以的 好那我们今天呢会先从我们的就是女士先开始做一个一个的采访 那大家呢可以认识一下他们 然后借鉴一下他们的一个情感的历程 那我会根据他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案例给到相应的见解 好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下Lisa 就是我们今天的男士女士都非常的有气质 非常的优雅 那么Lisa你可以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就是你介不介意告诉我们您的年龄啊 然后从事什么职业 然后就是说离婚之后到现在单身多长时间了 好吧好吧 我今年65我是从北京过来的 我说实在的 说起这段事情我也不愿意提起 我在北京就是离了婚 离了婚以后呢 我就觉得好像是在北京待不下去了 所以自己又闯到美国来了 离了婚已经将近三十多年了 到了美国反正自己拼吧 就是靠自己自己过来的 公司派了自己就过来了 过来完了就坚持在这儿打拼 反正一个人生活到现在 我到美国就是搞科研了 因为大陆是搞科研的 是老师嘛 到了美国也就是接着搞科研 那觉得科研太 说在大陆就做这些事情 觉得太沁默 太对自己来讲 金属面太少了 所以自己就 以前我在三番市 完了又到了洛杉矶 洛杉矶也是朋友介绍吧 就去拍电影 拍了一段电影又觉得 又觉得不过瘾了 又自己又去过 就是做点小买卖生意吧 就是这样的 人生就是这样的 要自己找快乐 不要依靠任何人 如果没有遇到那一半的话 自己过得也很幸福 对不对 就这些了 谢谢大家 我觉得Lisa的经历非常有意思 曾经是一个科研人员 对吧 然后又进入了一个艺术领域 其实你的这个跨度非常的强 对 那么这边我就要问Lisa 一个小小的私人的问题 那我想问一下 您离婚之后到现在 三十多年时间当中 有没有过恋爱或者是dating的经历 说实话真的没有 没时间 因为美国的压力好大呀 真的没有时间考虑这些事情 就是说一个人幸福就行了 我找我自己的快乐 就这样的 别的我也不知道 那您自己有没有这个想法说 如果能找到另一半 那有 真的一直都有这个想法 我就觉得好像是应该是碰 碰缘分吧 就是缘分没到 缘分到了不管你多大岁数 都可能找到另一半 大家都有时间 就是往下走下去 幸福是靠自己的 对 我觉得给Lisa一点鼓励 我觉得她说的特别对 就是幸福真的是靠自己的 那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调查 Lisa就是单身到现在三十多年 她没有主动地找过对象 那我们现场单身的朋友们 你们在恢复单身之后 从来没有主动找过对象的 请举一下手 我们不用害羞 我们今天这边非常多的单身朋友 OK 那不是很多 我觉得还不错 Lisa 大家都做得比你好 好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 大家认为获得爱情 获得幸福是靠缘分的 请举一下手 好的 那我发现有这个想法的人 非常非常的多 那所以我今天呢 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 爱情的理念 这也是我们两颗红豆的科学寻爱体系当中 一个非常基础的概念 希望大家都可以有所启发 那就是我们认为爱情 它不是靠缘分的 爱情是靠什么 是靠什么 对 其实爱情我们认为它是靠概率的 对 是靠概率的 好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先跟大家说一个小的案例 就是著名的经济学人的一个记者 她叫Rosian Lake 然后呢她写了一本 是关于中国圣女现象的一本书 然后呢 当时呢 她来采访两颗红豆的CEOQ 当时她就问了Q一个问题啊 然后她说Q我很想问你们 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总是在说缘分这件事 她说我在做这么多调查的时候 我发现很多单身的人 他们就待在家 他们哪里也不去 然后他们很想找到幸福 可是他们什么都没有在做 你能告诉我到底什么叫做缘分吗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的好 是不是非常就是直击核心 对 我们想过没有 反思过没有 什么是缘分 对吧 那而且有很多单身的 比如说步入中年 经历过婚姻失败的很多的女士 他们通常都会带着一种 非常相对悲观的情绪 就会跟我们说 我觉得我这辈子的缘分已经用完了 我再也不会拥有爱情了 对吧 因为他们认为 就是爱情这个东西 是通过缘分来主导的 所以爱情它是虚无缥缈的 虚无缥缈的事情 我就没有什么可以做了 对不对 我只能让它顺其自然了 那很多人 其实在离爱情很遥远的第一步 就是因为在我们的观念上 就认为这件事情 我是没有办法掌握主动权的 对 好 那我今天告诉大家一个概念 首先呢 就是说每一个人 你不管在什么年龄 你都是有爱的这个能力的 那其实科学家很早就已经证明了 就是产生爱情 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大脑 分泌了相应的这个化学的因素 对吧 那所以我们称它为就是爱情激素 爱情激素当中包括多巴胺 包括这个就是多甲肾上腺素等等 其实是有很多激素来影响我们产生了这个爱情 对 那所以呢 就是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如果当我们明白 就是说爱情它其实是一个科学的过程的时候 那我们就应该很快地明白 就是被动的 或者什么都不做 这是等不来爱情的 要获得爱情 我们其实是需要用一些科学的方式方法 用更主动的方式去提高它的概率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在家里面 谁都不去见到 你是不可能等到某一个人出来的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 我们每一天都比前一天遇见的单身异性的人数更多 对吧 或者说我不断地去了解我自己的一个择偶的想法 我想找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对吧 包括什么样的人会对我感兴趣 当你对这些条条框框的东西越来越精准 那我们说你想一想 这个概率 这个可能性 是不是就会显著地提高 所以这一点我们希望大家了解 就是我们今天来过现场的朋友们回去之后 我们再也不会说这是靠缘分的一件事情 对 那非常感谢就是Lisa跟我们分享的这一点 那接下来我们来采访一下Cindy Cindy是一位非常有激情的女士 那Cindy先给我们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 大家好 我是Cindy 今天早上八点多我就起床赶过来 我还以为我参加那种非常无聊 就是什么没有灯开灯的那种 然后大家在那里选自己心动的人 可是完全是不一样 而我们是排到最后了 现在都快要十二点了 但是我也知道这个主持单位也很努力的替我们安排这一场 大家互相交友的这样一个活动 我是广东人 我越南出生的 我1989年来到美国是移民来的 我们全家移民来到美国 我有一对孩子 女儿三十一岁 儿子二十四岁 都成家立业了 那么现在我自己有我自己的一些小公司 做美容 做牙科 做中医诊所 这些我都做 那经济上 房子什么都有了 可是我先生在2004年过世了 因为那个肝癌 那他是个香港人 我们俩呢 一起度过一段非常非常甜蜜的夫妻生活 到现在为止我心里都很满足 因为我感觉到跟他生活的这一段时间 我感觉到我很幸运 我遇到全世界里面最好的男人 真的在我心里面 而我们的生活很简单 就两个人拖着手 散步 每天他下班 我就是 每一天他都是准时回家的 很奇怪 我就问他 我说老公你下了班 没有地方去的吗 他说 没有啊 家里就是个乐园啊 我还要去什么地方呢 因为呢 我是做美容的 那么我在家里 我给他做做脸啊 修指甲呀 剪个头发呀 有时候还给他按摩呀 这些 我很疼爱他 他也很疼我 也很宠我 所以我们俩从来不吵架 他过世了以后 我觉得人生没有如果 只有结果 这个结果就是我要面对我现实的生活 我必须要往前走 因为我还带着一对 孩子 那个时候他们还小 那对我来讲 又房子啦 又经济方面的 还有将来自己怎么走下去 再一个就是心里很痛苦 很悲哀 因为这个时候最心爱的人已经不在身上 不在身边啦 对我来讲 我只能咬尖尖牙 一直往前走吧 那么 慢慢慢慢 这段时间没有他 我也没有放弃 我后来也认识了一个跟我谈的 有四年多的男朋友 我们也是 这四年里面 就好像每一天都在热恋中过活的 很开心 很快乐 因为我对于感情 我是很真诚 很用心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 一个机遇吧 为什么千千万万的人 我们遇不上 我们偏偏跟这个人呢 那就是这里面很巧妙的 我们肯定是命中注定吧 所以很珍惜 可是这四年过后 他的前妻呢 就因为在这个 个人的财产上面 他们还没分割好 再加上好像 他的前妻那边的家庭 有人过世了 他就觉得他要回去 照顾这个前妻 他也是一个很好的男人 后来我们就分开了 那分开了以后一直到现在 从我先生过世到现在 有十五年这里面 我都赚注于个人的生活 照顾家里 还有全新是 就是经营我自己的小公司 那么今天 我抱着很大的期望 期待 希望 哪一个对我有兴趣的 跟我联系 就给大家个机会 谢谢大家 我们Sindy很棒 当众表达 谢谢 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 像Sindy这样大胆的 然后站出来 为自己争取幸福的观众出现 那Sindy刚才分享了非常多 剖析了自己的一些经历 我觉得就是大家也都能感同身受 那我觉得Sindy有一点做得很好 就是其实你在单身的这段时间当中 一直有在努力积极争取幸福 那Sindy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通常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找寻另一半呢 首先一开始呢 因为除了生活以外 我也很少到外面去社交 而在我们华人区里面 社交的那个场合好像很少 怎么去认识朋友 除了每天上班下班 出去吃个饭 好像没什么机会 让我们互相有联系 认识外面的人 那我们的圈子非常的小 所以呢我只能求网上吧 那么网上呢 我首先非常的 得到过很多好的一个机会 就是我参加了这个红豆网 那从这个红豆网我登记进去 成为一个会员以后 我得到了很多的回响 每天差不多都能收到一些信啊 人家给我传来的一些 问候啊什么的 那么我也出去 见过一两个男生 那么有的时候 因为大家的 各种各样的生活上的情况 有的时候他要搬到别州去了 而我自己我走不了的 所以我就大家慢慢的就错过了 就淡了对吧 就散了就这么样 但是我不放弃 又强调了一遍看到吗 好那我们还想问Sing 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你在这个择偶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你遇到的一个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因为你是说网上交友是吗 对 或者是您觉得在 我们今天讨论都是这个熟灵交友嘛 对啊 就是这个熟灵交友 你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很多时候因为网上 我们也不知道对方的一些背景啊 过去啊 性格啊 再加上他一个人的作风啊 思想啊 这个都需要时间去了解相处 可是呢 很多时候一开始 你就觉得好像 这个人是有目的而来的 很多时候真的 因为网上都很多那种欺骗呀 或者是有很多种就是 像个人的相关不一样 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 大家相处以后才发觉 这里面就是你自然而然 你就会发现 就会发现 你就慢慢就隔离了 对对对 很难 就是说真的那么容易 找到一个跟自己人 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所以我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 对 Cindy其实之前还跟我提到一点 其实她也说到了一个 很实际的问题 那就是一个年龄段的问题 对吧 那么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进入 50岁 40岁之后 我们这个熟灵的单身群体 这个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可能你这个单身的这个市场当中 跟自己匹配的人 已经越来越少了 这个是不是大家比较有 这个共鸣的这个问题 对 那么 我觉得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作为一个婚恋顾问 就是我们在 接触过这么多的这个案例当中 确实是这样 就是肯定是在 单身的市场当中 二三十岁 这个初婚的人群 他们这个群体是最多人群的 那么进入四五十岁之后 可能很多人的人生经历不同 发生了变化 那有一些人恢复单身了 但是确实这个群体 就开始逐渐下降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那是因为很多人 他们也不愿意站出来 不愿意告诉大家 我自己是单身 对吧 等等原因 会让我们 尤其是对女性 那天Cindy有跟我说 很多的男性说 哎呀就是我觉得跟我同龄 但是他好像想找 更小年龄的女性 对吧 这个问题也是很普遍的 一个存在的问题 那么今天在这里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小的Tips 就是说我们针对 熟龄的这个婚恋的人群 我们在交友的时候 可以注意哪些点 我会非常简洁地 跟大家说一下 那么首先第一点 我觉得是非常 就是需要提醒大家 就是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那首先我们要客观面临 客观地去看待 我所在的这个群体的人群 是少的 但是我改变不了这个问题 对不对 那我能改变的是什么 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 我们说思想决定了你的一个行为 那在那个吸引力法则当中 就是更加吸引人的 一定是一些积极的心态 正面的 开朗的 乐观的人 对 这就是我们说的吸引力法则 就是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情况 即使你所在的这个人群当中 你可以搜索到的破人数是少的 但是你只要碰到了一个人 你都要用最好的一个状态去面对它 去欢迎它 对 所以首先我们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我们不能说 啊这个就是我就是找不到呀 这个人群 这个男性都是想找更小年龄的女性等等 就是没有人喜欢抱怨的人 都是喜欢积极心态的人 那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有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就是说我们还是一定要去扩大自己的交友圈 去扩大自己 可以去接触到单身的这个范围 那么这个当中呢 有几点就是你可以做的 第一呢 就是刚才大家都有提到了 要去参加一些活动 这个大家其实都有这个概念 甚至我觉得其实今天来的很多的 就是单身的女士男士 其实大家都已经做了 我们今天来这里就是来参加活动的 那曾经有一位女士的用户 她是这么跟我说 她说Facy我已经很积极了 我一三五去跳舞 二四六做瑜伽 星期天还要去参加旗袍的这个排练 那我就想了一想 我心里想说 哎呀你看看你这个活动哈 你仔细地想一想 舞蹈对吧 瑜伽旗袍 请问男士们在哪里 对 是不是 就是说那如果我们今天是抱着一个单身交友的目的 你可以去培养自己的兴趣还好 但同时你要去一些有更多男士的场合 那可这时候你的思维就要变换的来想一想 男士在这个年龄段 他们愿意去参加什么样的活动 对吧 那你变换一下思路 对吧 男性可能会愿意去 比如说健身房 对吧 大家家里面游个泳跑个步 你会看到很多人都去的 那或者说很多男士他们愿意去接触大自然 他们愿意去户外的活动 去hiking 对吧 那有很多女士到了年龄就说 哎呀 我腰腿疼 我不舒服 我不想去 没有办法 你要认识更多的单身一心 那你就要去他们出没的地方 对吧 这些活动都可以去 那么这是第一个 就是说大家在考虑这个交友圈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说男性更多的这个群体 第二种呢 就是说我觉得有很多在场的用户 可能也都没有尝试过这个线上婚恋交友的平台 那我觉得Sindy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建议 就是说也许我们身边你周围的人 这个单身一心的比例是非常少的 或者是各位说的 或者你根本不知道 那么在这种婚恋的平台上 你可以接触到的一心 它的这个数量是几何是增长的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刚刚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Sindy说的一点 其实她在恢复单身之后 她在用了这个线上的平台之后 她担心的问题并不是一个资源的问题 对吧 你担心的问题是下一个层面 我怎么去判定一个人 怎么去了解一个人 这个潜台子就是她已经有很多的选择了 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 如果没有尝试过 我很建议大家去尝试一下 当然了就是很大一点要提醒大家注意的 就是网络交友的一个安全性 这个也是很多人担心的问题 那么两颗红豆本身 就是如果你们注册了这个账号 首先她会给你们去做一个安全自测的一个小调查 也会教你们怎么去预防网络骗子 对 但是最简单最简单的一点大家要记住了 如果你用任何线上的平台 只要对方涉及到跟你有金钱的交割 绝对绝对不要透露任何自己金钱方面的信息 对 这绝对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 只要对方问到说 我有金钱的需要 我有什么出了什么事故 对 绝对不要相信 无论你们已经交往到那个阶段了 这是一个自我保护的意识 那么第三种呢 就是说其实现在 就是针对华人的很多服务 包括婚恋当中也已经是越来越丰富了 包括两颗红豆我们自己也是有线下的 这个婚恋的这个服务的 就如果你自己因为工作太忙 或者你没有办法去辨别 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没有这种辨人识人的能力 那你也是可以去 hire自己的一个婚恋顾问团队的 那他们会帮你们去筛选 帮你们去了解对方是什么样的人 甚至就是说直接会帮你们去和对方 去核对一下对方的基本的年龄呀 身份呀 工作 学历的信息 是否是真实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有一个安心交友的一个氛围 好 那么第三点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每个人我们要适当地去 重新地审视自己的一个择偶要求 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 每个人在找对象或者单身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我想找的人 他需要有什么样子的要求 对吧 他比如说年龄在多大的范围呀 身高在多大的范围呀 我们非常不鼓励就是这些一定要想得这么细 但是呢 根据自己所在的情况去适当地扩充自己的一个择偶 反复 比如说我们知道 比如说我是50岁哈 那如果男性同样50岁他们可能更多的是去看一下40岁到30岁之间的女性 或者40到50之间的女性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适当地提高一个择偶的年龄范围 对吧 我是不是可以提高到50到55岁甚至到60岁 那就是一个差异化的竞争 让你自己有更多的选择 那么第四点非常的关键就是我们要来调整一个守旧的一些择偶的一些观念 约会的一些观念 比如说很多华人就会说我一次只能约会一个人 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这种想法 那么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 中国式的传统我们都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实际上在美国现在的情况来讲 我们说的dating大家记住了 我们是在跟陌生人建立一个互相认知的一个过程 我还没有跟这个人恋爱 那这个过程当中完全大家都是free的 我们是单身的 我们是在互相了解的过程中 就是这个时候不要只去约会一个人 因为这个你的时间窗口太长了 所以如果你就是同时去约会几个人 去真正了解合不合适 然后我们再 然后我们再就是说最终选定一个人进入XS 那今天我们的时间不多 那最后呢 我知道大家就非常期待我们唯一的男士在现场 那么Jack 你可以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首先感谢这次会议的组织者 和两个舞红豆的Bessie 给我这个机会 和这么多美丽的女士们 逃避这个人生重大的课题 婚恋 我的名字叫Jack Wu 我今年58岁了 我差不多是89年前立的婚吧 那么在这几年期间呢 一直还没有谈过恋爱 头几年嘛 那是因为要个三五年时间收拾一下心情 然后调试一下生活 那么三五年呢 开始有点起心动力量的时候呢 因为工作变动 我以前工作的地方是亚特兰大 那里边华人朋友还是比较多的 后来有原因工作变动 所以后来我就搬到了 维斯康星 一个叫Marinette的一个小厂 那里边大概可能一万人不到 可能我是唯一的一个华人 我觉得在那儿也没什么机会 那么直到去年年底 我才搬到这个南加州来了 那么到这儿来之后呢 你们有安东嘛 有新的工作 新的公司 新的project 那么一直也没有这方面的考虑 那么直到今年这个夏天的时候呢 我看我的好多朋友圈里边 我的高中同学 大学同学 我的以前的同事 甚至我的学生 他们就修了他们的夫妻 或者是前家 到世界各地旅游那些照片 那我心里想 那我的假期 我一个儿哪儿也去不了 那么所以呢 就有点准备的想法 那么在混沌网上就蹲记了 那么我所有的资料 白子手上都应该有 对吧 我这里就不多说了 那我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吧 好像长话总说 八九年了没有谈过 这个Jack已经是在销售自己了 大家待会儿活动结束之后 自己争取 那今天因为我们的时间关系 但我知道大家一定非常期待 我们只有这样一位男嘉宾 我们一定要问他一个问题 就是请问你理想当中的女性 是什么样子 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伴侣 哎呦 我还没这么 我感觉到两个人吧 他应该是能说到一块 吃到一块 玩到一块 也能睡到一块 就这么简单 好的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那记得会后 我们来主动的来找这三位 谢谢大家今天来这个活动的现场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五张一百块 我们先从头五位 好 1558 7602 1551 7138 1560 2157 1559 8830 1556 6044 下面五位 下面五位是50元的礼券 好 1560 4112 1556 6024 1558 2260 1559 8830 1558 616 好 我们恭喜这十位幸运儿 很快地预告一下 一分钟的时间 就是讲到旅游 我们乐活50家 也有 会有一个旅游 那么请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 脸书或者是网站 那么在11月份我们有两个大的活动 11月2号早上9点到2点 在Renthal Cucamonga Terra Vista Town Center 那个地方我们有一个乐活的早市 那个是一个亚洲的健康美食 可以试吃 还有艺术品 还有车展 还有抽奖 全部免费给您所有的乐活50家的会员 还有就是1月22号的时候 我们乐活50家与AARP的乐宁会 还有华物服务中心 还有南加州大学 还有安宁 他们这个保险公司 加上其他的优秀的这个建筑 以及房地产业者 要告诉大家 50岁以后您的住屋 有哪一些的选择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圆满的结束 谢谢每一位观众 谢谢我们的赞助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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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50家928爱乐活 特别感谢 安森蓝十字健保公司 南加爱迪生电力公司 华富服务中心 两颗红豆 以及以下厂商联合赞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